小小粒一口一粒 是有十粒的 吃起來很舒服 今天真的很容易 那時候都可以選種種類 我叫韭菜餃 麻辣京蔥豚肉餃子 京蔥味道 還有豬肉 很配合 肉汁是比剛才的雲吞仔 我覺得不算很辣 這碗的份量也很多 香果脆薄薄冰粉 嗯? 水潤很彈的 好像賣胡膚品廣告 Hello 大家好 我是Will 現在就是七月 嚴嚴下日除了吃飯之外 我還想到一件事 是我都蠻喜歡吃的 還有一段時間沒有去吃 現在就在佐敦C出口那裡 我們就走去 我們現在立刻出發 Let's go 今天就會帶大家試試 紅貓屎雲吞 在佐敦C出口上路地面 C1出口那裡 就看到尼敦道 尼敦道轉右 走大概一分鐘至兩分鐘 就會見到 莊氏倫敦廣場 莊氏倫敦廣場地下 就到的了 Will的頻道已經過了7000訂閱了 希望快點到一晚 可以跟大家聊聊 記得按下小鈴 每個星期有新片會通知你 多謝支持 來到這間紅貓小雲吞 多謝餐廳的邀請 這裡在佐敦C出口走過來 一分鐘左右 所以是很近的 還有這棟東西 相信大家都不會陌生 是佐敦的地標之一 試試兩個飲品 我會試落神花茶 這間是無糖 喝這類茶類 很怕會有時會加重糖 比較解渴 我覺得這個西柚的柚子茶 是適合我口味一點 因為它是很香的柚子味 鮮蝦鮮雲湯 打太B-roll 很有趣的 小小粒 一口一粒 觀眾 因為我要展示你 所以我才咬一半而已 其實是可以一口咬下去的 有蝦味 然後也有很多肉在裡面 一碗打太B-roll 是有十粒 FOR SHERMAN 幾好 去到我其中一個很喜歡吃的 這個是水晶拉皮 裡面有花生 黃金豆 芫荽 青瓜 不是很辣的 因為辣度 我自己叫的 我就叫小辣 HANDMAN不是很好吃的 吃下去涼滲滲 很舒服 因為今天真的很容易 有黃金豆 我很喜歡吃黃金豆 吃這個也不錯 好 接著我們就試試 紅油抄手 這個也是自己可以叫辣度 我就叫小辣的 嗯? 紅油抄手的味道 不止平時我們喝茶那種 平時那種的辣油比較多 這種的酸度比較多 我叫的時候都可以選種種類 我叫韭菜餃 韭菜很香 尺寸呢 小小粒 還有紅油抄手上會有些芝麻 我覺得會更香 麻辣京蔥豚肉餃子 因為我是常辣之人 所以我見它有麻辣的餡 就試試麻辣的餡 它京蔥味很香 很少吃餃子會有京蔥的味道 因為我很悶的 我吃餃子 也會吃韭菜餃 但是這個 這個薑蔥味和它裡面的豬肉 很配搭 看看它旁邊是甚麼醬 這是它有調過的 醬料是麻油加醋 所以是香一點的 因為這個精蔥的豚肉餃子 它是大粒一點 所以肉汁是多於剛才的雲吞仔的 嗯 好吃 還有補充一點 因為CAMMAN跟我說 它吃了很多年餃子 它就說這類餃子應該是人手去捲 所以才會有這個厚度 因為平時我們超市買的 雲吞皮也好 水加皮也好 放一些是機做的 所以這個就厚一點 它是這麼厚才會鎖住肉汁 有時候真的買回一些在家裡煮 然後大火就開始流油 裡面的汁出來 就差一個厚感了 這個我吃這麼多隻 皮都沒有爛的 preference都是因人嫌疑 有人喜歡吃口皮 有人喜歡吃薄皮 我口薄都可以的 餃子真的好吃 我現在再吃一個 好啦 吃一點再辣一點 肥牛甘菇酸辣粉 這個就叫中辣的 因為我想試一下它們中辣有多辣 中辣我覺得不算很辣 我可以叫 如果是我下次來的話 我可以吃大辣 甘菇和肥牛一起吃 甘菇和肥牛正常 打火鍋的牛 我想說這碗的份量都多 如果要吃主食的話 叫這個也不錯 這個就54元 我覺得不夠辣 所以我再加它這裡的辣椒醬 辣椒油都幾辣 它是沒有鹹味的 辣度是 親到中辣的辣醬 這個就好像都是一個辣的菜寶 現在都試一下 好脆 不過不辣的 它是鹹多於辣 BB辣 它除了菜寶 它還會有青豆 大家就不要加太多 因為我覺得都有點鹹 白香果 脆波波冰粉 一拿上來就很有趣 這個很水潤很Q彈 好像賣一些胡膚品廣告 它有些波波的 脆波波 就是椰果 甜甜的椰果 你試吃整個拌一下 因為它還有一些白香果的果汁 這個就是它的冰份 觀眾 是這樣的 對嗎 它的冰份挺好吃的 如果只這樣吃 冰份是沒有味道的 不過是很透心 然後因為有白香果的果汁在這裡 白香果的果汁在這裡 我覺得這個都幾解渴 不算是很甜的 這個不錯 好 今天就試 紅貓鮮雲吞 一口氣就試了很多不同的雲吞 和水餃 推介這裡的水餃大大粒 我還喜歡它們的豚肉水餃 我會推薦大家吃它的水蒸拉皮 不會是很重味的 它混合的醬料是挺好吃的 很清涼的 總括來說 這裡的餐 或者這裡的份量 都挺大份的 而且都挺划算 我們吃了這麼多東西才二百多元 所以如果大家走過 又真的不想吃太多東西的 譬如說吃10粒雲吞 當作是一個鹹茶也好 和朋友分享 都好 今天就先拍到這麼多 如果大家喜歡 記得在下面留言跟我說 你試過什麼的水餃 餃子 煎餃 好吃的 在下面留言跟我說 大家記得 CLS, Comment, Like, Share, Subscribe Follow我的Facebook IG 看我的生活日常 我每逢星期三都會出片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Bye Bye